曾先生切下蛋糕 在家人与万方医院医护人员的陪伴下 56岁的患者曾先生切下蛋糕 庆祝重获新生 曾先生因为罹患肝硬化末期与肝癌 甚至出现肝脑病变的症状 急需进行肝脏移植 不然生命就会发生危险 索性与妹妹的肝脏成功配对 妹妹也相当勇敢地捐赠肝脏来救哥哥 这样的兄妹情深 让万方医院的医护人员相当感动 那后来我看到我的大哥的肝脑病变 我看到了 然后我就在急诊室跟我大嫂说 跟我大哥说 那时候我大哥已经搞不清楚状况 然后我就说 我说我捐 我说出口我就说我捐 然后我就接下来的 你说心态也好 说真的一个傻镜啦 一说没有动过这个手术也不知道 他们两个是天选之人 在我看 因为在我评估的过程当中 我意外的发现 他们的基因六组基因 就是三 这六个基因是百分之百相同 在我们的基因学当中 父母亲生出来的时候 兄弟姐妹之间只有25%有这个机会 他们居然就是这个样子的一个组合 一切的这个因缘剧组 但在理副院长还有大院院长 还有所有的团队 为我们这么大一个阵仗 那说真的我只是就躺在上面嘛 这样子但是你们这么吉利的 这么细心的这么呵护的 照不到无微不至 我说真的这个比乐透还 哇我根本真的是很难中啊 真的 那我觉得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让我们圆满 谢谢 这是万芳医院完成首例活体肝脏移植 医疗团队全力以赴 过程中也不断鼓励家属 医护团队的温暖与贴心 让患者曾先生与家人 获得很大的支持力量 于是接受移植手术 希望争取活下去的机会 刚好我做黄妹妹 她非常有勇气的时候 她愿意见你 我真的心里觉得 我何得不能会这样 又碰到一个理副院长 这么热心的人 然后整个生活病毒之后 我愿意来试一下 这没什么问题 让这个获得肝脏的 让我们这边的万芳医院 能成熟发展 那我之后看了照片之后 我看到原来为了我这个获得肝脏 我这个团队好像一个连队一样 哇那照片看 哇满满的都是人 我就吓一跳 我说哇 真的是非常感谢 真的谢谢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医院长 然后那个还有送送送送医师 这样子 那之后我现在的那个 那个恢复的情形就是 就是现在只剩下伤口方面 很微微的运动 那其他部分的话来讲的话 还OK 那就是因为他的肝硬化这么严重 加上有肝癌 所以我先生 然后又有肝脑病变 所以呢 我小姑 他看了之后 他很舍不得 他就主动说 他愿意捐肝 因为他要让大哥活下去 而且他说 他跟我说 他梦见了我过世的公公 那我觉得很感动 好 那我们就在 双尾医院的介绍之下 我们来到了万芳医院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到 万芳医院就医 我们跟李明哲 副院长也都不认识 可是我真的觉得 他是一个很好的医生 他看到我们这样子 然后急于请他帮忙 他就是这样尽全力 而且他都用那个最极见的态度 最极见的速度 然后来帮助我们 真的很感谢大家 然后来到万芳医院才知道说 真的你们对病人的照顾 真的是这样子是第一流的 因为9A的每一个 护士小姐 然后护理长 然后也很亲切 然后呢 再让说这些药师 然后复健师 还有呼吸治疗师 来到我们的病房都不止一次 就非常的关心他 就连宋医师在星期日的时候 看医生你们平常工作那么辛苦了 然后他在星期日 还特别去加护病房 看我先生的病情 然后礼拜日 又来到普通病房 看我先生的病情 真的让我真的觉得 万芳医院你们每一个医生 然后每个护士都很好 所以感谢万芳医院 然后呢 然后今天知道说 这个院长愿意为了我们 然后开这样的一个记者会 然后真的很谢谢大家 对 我以为告诉我先生说 我觉得这条命 医生们把你救回来了 那你有一个新的开始 我觉得我们要用接下来的生命 再去影响更多的人 我们可以跟 就是跟你讲说 跟他们讲说 如果跟你有相同情况的病人 要鼓励他们 不要放弃 今天对万芳医院来讲 是一个历史的一天 那这件事情其实是发生在 8月23号 8月23 我想这个日子也是对万芳医院来讲 是一个理成辈 那首先在这边 我要特别感谢我们的团队 在理副院长代理之下 大家发挥合作的团队精神 那完成了这么重要的一个手术 那我知道在这个手术当中 其实有很多非医疗的人 也非常的投入 那最重要的就是 在这边特别感恩就是 我们这个真假的这个家属 还有朋友 给非常大的一个精神上的支持 那在初期的时候呢 譬如说我们必须要有精神科 心理师 社工师 能够参力来评估 这些捐赠者受伸者的状况 是否符合做移植手术 因为这一类的病人 在移植完之后 必须要终身服用药物 所以必须要对他们的身心状况 能够有一定的了解 那才能够让他们去执行 再者的话 因为他是活体移植 所以涉及到法律的问题 我们也必须要透过 伦理委员会的这个审查 认可之后 我们才可以执行这个手术 那诉讼的话呢 所动用的人就更多了 不是只有外科医师 麻醉科医师 举番从护理人员 开到房的这些供应室的同仁们 那以及药剂部 检验部门 那输血部门 那在手术完之后 进入家后病房 家后病房的三班的照顾 24小时不间断 那医生们必须要照顾 护理人员必须要照顾 在中间的话 我们会不断的抽血 甚至必须要给予输血 还有特殊的药物的使用 所以在在的呢 就显示的是 这样子的一个医治手术 所动用的资源 几乎是请全院之力 在所有医院当中 各个部门都必须要来参与的 所以他说他看到了连队 其实坦白讲不是一个连队 几乎是一个失了 第一个我们要先送到医院 然后呢我们遇到一个好的医生 那他判断出来之后 他一定会跟我们做详细的说明 好这时候呢 我们就要做出一个选择 那当然如果说不同的病 有不同的治疗方法 那医生可能会跟你讨论 那你就是做一个好好的选择 那我先生呢 他是 他也不是说放在肝癌方面 肝癌的治疗方法有很多种 但是他都不适合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他是肝硬化已经是末期了 所以就只有肝脏移植这条途径 那以前我很偷偷的观念 我都觉得 这是很严重的手术 然后我真的觉得危险性很高 很害怕 可是后来我又想想 我觉得医生都这么有信心 他说我都准备好了 那我觉得我们还怕什么呢 如果你不做 那当然也是就只有这样子死掉了 那我真的觉得 如果一个这样的医生 他都愿意这样来帮你们了 然后活着的是要活着的是我 所以呢 身为这个 这个我先生的这个 最亲近的家属 就鼓励我先生说 对我们一定要做 然后像我这样子照顾他 这样的辛苦 我觉得 我有需要的话 有这样的一个家属 我也可以去安慰他们 给他们支持的力量 再来就是说 我们要做更多的好事 像我们是不能像医生 有这样的技术可以去医治人们的病 但是如果说我们看到有病苦的人 然后甚至说 好 像我比较 我有一个心愿 像我跟我先生可以去帮人家助念 因为我觉得是累积福报的事情 然后我希望说 当然这样子是觉得 已经说是为他们好 可是我最后是觉得说 希望能够累积这样的福报 然后当我走完人生最后一层的时候 可以就是他们再来就是帮助我 然后我希望说 接下来的人生会更顺利 而患者家属希望 借由这个亲身经历 呼吁民众定期筛减 注意自我的健康 同时也要鼓励所有患者与家属 勇敢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方案 不要放弃任何希望 感恩能够获得重生的机会 未来也将积极助人 累积福报 达成善的循环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导 顺利 达成善的通 FEMA